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场又出现神迹战场 乌克兰记者阿德里公开了在顿尼茨克州 彼得罗夫斯基基地区一个战场画面 其表示在乌军海马斯精确打击下 13辆俄军T90型坦克在该区域内全部被摧毁 从现场的动图画面看 虽然无法分辨出每一辆坦克的型号 但是确实有13辆坦克被摧毁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 应该是正在行军当中就在这片树林当中 被突然而来打击全部摧毁 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在战场上有三大疑问 第一 顿尼茨克州彼得罗夫斯基地区 在马林卡战场东面8公里区域 这里是俄军控制区域 第二 乌军到底是怎么发现 俄军战线后方坦克部队活动轨迹 还一下子同时打掉价值数千万美元的13辆坦克 第三 乌军到底使用了什么武器完成精确打击 从整个战场的画面看 没有任何一个弹坑 说明当时的打击精度是百分之百 全部的郑重要害 没有一发打偏 而海马斯只是一门火箭炮 基本不具备精确打分散机动目标能力 那么到底是什么神秘杀手干下的现场 首先 乌军有可能是利用当地人手机报告 结合美国卫星照片发现 在彼得罗夫斯基地区 俄军向前部署有一支坦克部队 其次 乌军特种部队大概率已经渗透进了该地区 设计下一个伏击区 从整个战场来看 很可能不是海马斯的作品 而更像是地雷阵加反坦克导弹加莫敏弹 首先 通过地雷迫使俄军坦克降低速度 停留在原地 其次 发射155毫米莫敏弹 对在数从当中的俄军坦克进行精确拱顶 155毫米复合制导莫敏弹命中率 可以达到90% 在155毫米莫敏弹抵达目标上空以后 将会利用减速板降低下降速度 同时 利用多波段红外传感器和激光系统扫描 和识别地面目标 确认目标无误以后 莫敏弹爆炸成型 弹丸击穿目标顶甲 而隐藏在附近的乌军特种部队 可能还利用反坦克导弹进行了补枪 最终 在几乎同一时间 俄军13辆坦克被摧毁在树重当中 呼吁在乌军大杀四方的同时 七国组织原乌战机同盟 美国已经批准 F-16战机即将交付到乌军手中 据德国经济周刊网站报道 英国 荷兰 丹麦 法国 美国 比利时 和葡萄牙等七个国家已经确定 愿意帮助乌克兰训练飞行员和维修工程师 但是 现在真正愿意提供F-16战机的 就只有荷兰 另外 丹麦还在讨论 荷兰因为顿巴斯轻额武装击落马航克基 导致大量的荷兰旅客死亡事件 因此 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对于援助乌克兰特别积极 很明白 就是要报复了 并且 荷兰确实有一批正在淘汰的F-16战机 荷兰空军在装备46架F-35A隐身战机以后 还把8架F-35A隐身战机部署在了波兰 专门在波罗的海和加里尼格勒方向 拦截俄军战机 这一次更是准备把准备淘汰的F-16 MLU型战机 军援乌克兰 在荷兰现役和封存F-16战机 有大约200多架 现在可以交付的是24架F-16战机 本身就准备在2024年淘汰 现在刚好可以移交给乌克兰空军 如果丹麦等国再给几架F-16战机 乌克兰就可以拼凑出两个F-16战机中队 德国经济周刊网站认为 对乌克兰来说 从苏联米格29战机过渡到F-16战机 不亚于一次军事上的系统变革 因此 哪怕很少量的F-16战机 也需要乌克兰飞行员 战术参谋 指挥官 和后勤维护保养人员 用很长时间才能熟练掌握和改变战术思维 形成新战术 德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军备研究员 克里斯蒂安·莫林认为 乌克兰要建立起完整的战机培训 后勤保障和供应链 以及战术体系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因此 西方援助战机只能提高乌军 在随后的威慑力 今年的反攻是肯定赶不上了 再看俄方的消息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已经抵达扎布罗热前线 邵伊古视察了俄军东部集团军群部队 所属的一个集团军指挥部 邵伊古赞扬了该方向俄军在发现 和打击乌军人员集中地 和军事装备方面的高度战斗效率 同时命令必须增强俄军 在该方向的侦察行动 提前发现和打击乌军作战计划 阻止乌军实施反击行动 双伊古大将还要求 前线俄军必须建立起全面的防御体系 以及对装备和人员的安全部署系统 现在俄罗斯已经非常清楚 美国和西方集团为赢得俄乌战争的胜利 已经开始向乌克兰转交决定性的武器 实际上 乌克兰要想取得胜利 就必须要有两种决定性武器 第一就是爱国者导弹 第二就是F-16战机 在现代战争当中 没有局部空中优势 根本发动不了大规模的地面反攻 没有先进的防空系统 也无法掩护乌军重要目标 和限制俄罗斯空天军 因此少爷谷抵达前线 就是要俄军在乌军 还没有形成全面战斗力以前 就给予重创 打垮乌军主力 掌握战略主动权 不过还是那句话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现在的俄罗斯连死都成了奢望 更别提跟乌克兰以及西方交板了 去年的大约相近的时间6月份 在德国举办的这期峰会上 实际上是这7个国家 他们代表着二战之后 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 并全力维护它的存在 协调支持乌克兰抗战的立场 而一年之后在广岛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更为关键的人物到来 泽连斯基已经成为了那个 改变世界未来走向的关键先生 自从出访意大利以来 泽连斯基大约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没有回到他在基辅的总统办公室 他去了意大利 德国 法国 英国 这些都是这一期的国家 该谈的事情肯定都已经谈好了 到广岛来位的是见另一个主角拜登 所以5月21号 世界的焦点一定是拜登和泽连斯基的会面 这次会面之后 下一阶段乌克兰战争的大局就会确定下来 泽连斯基来广岛之前 拜登已经同意欧洲各国使用F16 训练乌克兰飞行员 这意味着美国和北约能对乌克兰所提供的支持 基本已经全部到位 乌克兰的反攻箭在弦上了 泽连斯基此时来见拜登 因为两个人还要确认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扎布罗热核电站 这个仍在俄罗斯控制之下的欧洲最大核能机构 可能是未来普京抵抗乌克兰反攻的唯一的有效手段 如果普京不甘心失败 炸毁扎布罗热核电站 将制造二战以来最惨重的核灾难 美国不担心乌克兰打不过俄罗斯 实际上在这场战争普京已经败了 但扎布罗热的问题 或许才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这恐怕也将是需要掌握着 美国和乌克兰最高权力的少数几个核心人员 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内容 如何保证核电站在未来的乌克兰反攻的安全 拜登和泽连斯基需要在广岛 这个世界上限制核武器使用的标志性地点 最后确认一些至关重要的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